劉仲敬佛 什么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东西越多的话,就像是手里面抓到的线团越大,线团越大,松开的线团就越多。 每一个线团都可以伸向更远的地方,但你不知道你去追哪一个线团更好。安利阿德利涅的线团只有一个线团,所以它可以在迷宫连走,但是你手里面捏的线团太多了,东一个线团西一个线团,你反而会觉得需要注意的线团太多了。 恐怕比线团比较少的时候,你更会体验到自己的无知。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你碰上不如你自己的人,你的感觉就是它对于你来说基本上是透明的,你可以准确地看出它相当于是你在某个阶段。 例如,这些人的某些理论恰好就相当于我在十六岁的时候读李瑶或者柏洋时候的水平,或者是相当于我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读哈耶克的水平,诸如此类。 你看到了它的水平以后,就可以合理地推断它在这个阶段会推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它的东西你能够看得明白,而你的东西它就看不明白,这里面确实能够产生出这种心理优越感。 然后你会在暗中估量这个推论对不对,如果发现推论是对的,你对它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你就更觉得它这个人像是一个透明的人一样,你已经把它整个拿稳了。 但是另外一些人,如果是你自己觉得你看不透的人的话,那就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你可以假定在它的眼里你是一个透明的人,那时候你就会感到惶恐,害怕在它面前漏片。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它可能是钻到另外一个比较偏的角度上,从系统的角度来讲,并不并强,只是在某些比较偏本的知识方面有一些特殊的知识量。 但是因为它操作了你的认知范围,你没有办法有效地区分这两种情况。 只有等着你自己追逐的线索或者是线头,自己展开,像一个松开的毛线团一样,毛线团不让你滚向更远的地方,拉出来的线图越来越长。 然后有朝一日,你也会发现,你今天认识不清的事情,在线图拉得足够长的时候,你会认识清楚了。以前你认为是看不透的人,在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而已。 这种事情我自己是有过很多次的。十年以前佩服过的人,现在觉得也不过如此而已,那时候常有过的事情。